立法院长韩国瑜18日主持朝野党团协商会议 沿商第十一届第二会期开议日 会中各党团均支持9月20日开议 但对民众党团主张 23日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能源及电价政策 民进党团提议27日进行总预算案巡达 莫终一事 韩国瑜最后才是 19日开谈话会处理 韩国瑜会中宣布初步协商结论 包括 第一各党团共识原则上20日开议 巡礼进行行政院长施政报告 第二18日协商的主题是开议日 第三各党团所提出专案报告和加开院会事宜 将在20日第一次院会处理 民众党团会中也提出 希望23日邀请卓奎率同相关部会首长 就赖清德政府能源配比及电价政策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 但民进党团认为 该案可与处理追加预算拨补台电1000亿元案一起处理 较有意识效率且聚焦主题 此外 民进党团建议于9月27日进行总预算案的寻达 但各党团依旧无法达成共识 未能签下协商结论 韩国瑜最后才是 协商不成 19日开谈话会 社会 2021年